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大型长篇官场小说《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681集 幕后第二局 机长信此话一出 谷昌也震惊了 其实谷昌临来之前得到的受益是 如有可能直接以配合调查为由 请下想进京 当然前提是 要先将脏水泼到下想身上 泼脏水的事情 谷昌已经做到了 本想当面向陈浩天提出 请下想进京 到军委配合调查 但见陈浩天的态度十分坚决 寸步不让 他就没敢再提 主要也是 没有来得及再提上一提 就被陈浩天下了主颗令 谷昌虽然态度强硬 不怕陈浩天政治局委员的身份 但在陈浩天的面前 终究不敢太过放肆 就想回去请示之后再做决定 不想既长信直接奉送一份免费大礼给他 倒让他大喜过望啊 其实 虽然下想在爆炸案中受了伤 似乎是受害者 但如果让整个事件翻转一下 再颠倒一下黑白 完全可以以此为由 将下想带到京城 以配合调查的名义 将他和军方来往过密 并由此引发中将司令被刺联系起来 从而坐视下想 以地方官员的身份 干涉军方事务的事实 如果操作得当 甚至可以将下想就此一免到底 政治事件从来就是翻云覆雨的手段 就看谁更高明 谁更会无中生有了 吴小阳被刺 张力是出气了 但引发的严重后果和由此导致的事件突变 却是不少人没有想象到的另一种走向 因为军方有幕后高人 在事件突发之后 一夜未睡 精心算计之后 为下想挖了一个大坑 准备一举将下想活埋 幕后高人不但想借此替吴小阳反案 甚至还想借机保下吴小阳 让吴小阳以重伤而免罪 从而将吴小阳因腐败即将被免职一事 从容化解 再将整个事件的切入点说成是 由幕峰和娇良 孟赞的私人恩怨 而引发的连锁反应 最后再将引发一切严重后果的原因 归咎到下想身上 下想即使不被炸死 也会被黑死 可以说 幕后高人在军委领导商议之下 制定了计划天衣吴风 不过 前期有两个关键点 一是 先将张力控制在手中 再将幕峰拿下 只要幕峰和张力一口同声咬出下想 下想必死无疑 当然了 幕后高人也知道 让幕峰咬出下想很难 但让张力指认下想是刺杀吴小阳的幕后主使 应该难度不大 军方有的是手段 让张力屈服 现在 幕峰已经被军委控制 插翅南非 而张力 虽然也被古畅的人带走 却还在许冠华亲信的严密坚实之下 无法对张力采取必要手段 而张力也是 死不开口 什么都不肯说 等于是 两个关键点都还没有获得突破性的进展 就让谷昌大有挫败感 谷昌出发之前 得到军委领导耳提面命 他也清楚 吴小阳和军委领导关系密切 吴小阳被刺 军委领导极为震怒 甚至在阳城军区 当时就有吴小阳部分少壮派的军官 扬言要不惜一切代价 杀死下想 就连军委领导也是拍了桌子 摔了茶杯 指责下想欺人太甚 但张力刺杀的背后 究竟是不是真是下想主使 暂时还没有调查结论 但只要是支持吴小阳的军委高层 都一心认定 必定是下想鼓动张力所为 当时军委会议炒成一团 三回后 支持吴小阳的军委高层密电阳城军区 要求即刻着手调查事件真相 务必为吴小阳讨还公道 谷昌前来阳城之前 也知道 在阳城必定会遭遇强大的阻力 不提岭南省委书记陈浩天的政治局委员的身份 以及他对下想的袒护 就是张力身为米纪火的前任秘书 也是一件大大的麻烦事 因为米纪火是总书记的跟前红人 一箭刺杀 牵涉到下想 下想也是总书记最为器重的后备力量之一 更是家族势力的核心 又牵涉到米纪火 又牵涉到纪家 现在看来 陈浩天也亲自披挂上阵 再有古秋时也亲临岭南 岭南将会成为风云激荡之地 谷昌本以为今天第一次交锋无辜而返了 正打算回去搬救兵 并且再从沐芬或张力身上寻找突破口 不想记长性的出现 却带来惊人的转折 古昌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纪老 是 是真的 怎么 我还有说假话的时候吗 纪长性脸色一沉 古昌啊 你可以走了 捐我的意见传达上去 不过 我也多年没有动动筋骨了 正好春光大好 夏书记进京 我也会陪他一起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京城 京城的春天 其实还远远没有来临 比起阳城春光大好 甚至夏意盎然 京城的春风 依然微寒 微寒的春风也有好处 可以让人清醒 军委的灰色小楼里面 无数军人进进出出 行色匆匆 如果离得稍近一些 就可以清楚地听到 里面传来各种嘈杂的声音 有争吵 有骂娘 有拍桌子 还有声色俱力的威胁 总之 平常严肃肃穆的军委 国内军事机关最高权力所在 失去了往常的平静和威严 就如大战来临之前的紧张一样 杂乱不堪 不过 军委到底是军委 即使杂乱 也是乱中有序 老谷坐在一间办公室内 微微闭目 在他的面前站着几人 军衔高的下人 不是少将 就是中将 甚至还有上将 但在老谷面前都一言不发 态度恭敬 如同小兵见到首长 也确实 老谷曾经是他们的首长 曾经带领他们 从一个小兵 一步步走到今天 眼前的老人 虽然已经满头花白 老太隆中 但在他们的心目之中 依然是让人景仰 让人仰视的风云人物 古老啊 您消消气 一名中将开口劝道 我没气 老谷猛然睁开眼睛 一下站了起来 我不是气啊 我是高兴啊 现在有些人啊 唯恐天下不乱 颠倒黑白 想要翻云覆雨 我还没死呢 高兴一说 当然说的是反话了 老谷知道军委 支持吴小阳的一派 对吴小阳事件的定性之后 勃然大怒 当时就去找对方理论 结果对方倒也有意思 直到老谷惹不起 就躲了起来 就不见老谷 结果老谷有气没地方发 有理没处身边 就坐在军委不走了 如果按派系划分的话 老谷的势力 在军委是主战派 主张对外强硬 甚至几次提出 不惜在南海和东海一战 以扬国威 只可惜 几乎每一个平民百姓都清楚 近年来 主战派一直无法在军中占据主流 只因在上任坚持不懈的 韬光养晦的 何为贵的指导思想之下 军方之中的主和派逐渐作大 并且完全占据上风 也是 江浙一带民风淳朴 温和有余 而男人气概不足 吹拉弹唱是多才多艺了 却缺少铁腕的气魄 结果就是 韬光养晦十几年后 没养出士气 倒是养出不少的晦气 军队腐败成风 当兵成了升官发财的捷径 谁人想过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呢 南海不平 东海风大 军委别说抗议 或是采取行动了 连一个发生的渠道都没有 而国之蛀虫吴小阳 耗资十几亿 兴建南国之春 天天沉浸在天下太平的春梦之中 却对近在支持的南海波涛 视而不见 真以为从此国际和平 祖国的大地一片欣欣向荣 永远不会有导弹落下吗 当年炸我大使馆的导弹 和落在国土 有何不同呢 阴间不远 却早就被主和派抛在脑后 真真正正的 掩耳盗铃 当了一次误诈 就连老谷也拿主和派没有办法 就和橡胶一样 打不怕骂不怕 既不和老谷吵闹 也始终对老谷恭敬 但就是不办正事 让老谷终于大发雷霆 决定今天 就死耗在军委 死等对方现身 再不出现 好 谁也别想落好 老谷的亲信 只好陪着老谷 虽然气氛难平 但发言权和决定权 掌握在别人手中 只能从中牵制 并不能力挽狂澜 也是无奈 将近中午时 又有新的消息传来 阳城军区吴小阳被刺事件 初步得出结论 是张力受人指使 谋杀吴小阳 幕后人物有 沐峰和某地方官员 经证实 谷副主任 将会于明天和张力 沐峰 以及某地方官员 同机返京 就吴小阳遇刺一事 进行深入调查 同时 吴小阳也会同机底京 在京城接受治疗 针对阳城军区内部的 处理意见是 涉及到的相关人员 沐峰被停止 许冠华暂时停止一切职务 深刻反省 是情节轻重 再决定后继处分 吴小阳遗戏 全面反扑成功 大获全胜 不过 在听到上述消息之后 都以为古老会怒不可遏的 去找军委副主席告状 不料 老古的怒气 却一下全部不见了 反而笑眯眯站了起来 肚子饿了 回家吃饺子去 众人面面相去 不解古老怎么突然间 就态度大变了 电话就及时响了 有人接听之后 将电话交给老古 老古接听了电话 忽然哈哈一笑 哈哈哈哈 老了老了 早就知道 不该乱操心 乱生气啊 真是自寻烦恼啊 哈哈哈哈 回家搬个板地啊 看好戏上场了 再让玉丫头多包点饺子啊 有客人上门啊 哈哈哈哈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682集 正面第二局 经过一天的喧嚣 阳城的夜色 徐徐降临了 有关花无缺的爆炸案 以及吴小阳遇此案 并没有成为阳城市民 街头相议的话题 也没有上升到 茶余饭后 人人谈论的热门程度 有些事情 不需要让市民知道 不需要让百姓谈论 市民和百姓 就不会知道真相 就算听到 那么一点点空穴来风 既不真实 又很遥远 当然了 也有不乏知情人士 一脸神秘地 透露部分真相 却遭遇到 别人的嗤之以鼻 认为它不过是 故弄玄虚 什么爆炸 什么刺杀 现在是和平年代 好不好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国人民大和谐万岁 不要胡说霸道 行不行啊 结果知情人士 被呛得无话可说 只好将真相验了回去 有时候 谎言比真话更动人 更容易让人相信 没办法 事实就是如此无奈 别说真相不被普通百姓所知 就是阳城军区大部分官兵 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只知道军委来人之后 慕风被严加管制 不但停职 而且还有可能上军事法庭 就连许冠华也被暂停一切职务 等于是被架空 最后结果如何还不得而知 但据推测 恐怕慕风和许冠华 都没有好下场吧 关键还有一点 也让人心惊胆战 慕风和许冠华的亲信 全部被控制起来 不但卸下了武器 还被严令不得外出 并且不许和外界 有任何的通讯联合 似乎是一场大清洗的前兆 曾经经历过清洗事件的 中层以上军官都得出结论 恐怕慕风和许冠华 再劫难逃了 军委会借吴晓阳被刺事件 大动干戈 正好一举荡平 扬城军区所有对立势力 说不定还会大开杀戒 更让人感到莫名紧张的是 有传闻说 吴晓阳在扬城军区的亲信 共计十余名 大校少将以上的军官 正要借吴晓阳被刺事件 有意酝酿一次大规模的事件 想将事情闹大 向中央施压 要求严惩幕后凶手下响 似乎在动荡和不安之中 花无缺的爆炸案 被人有意无意掩盖了过去 本来一起下响被暗杀 慕风被追杀的恶性事件 在某些人物厚颜无耻的幕后推动之下 翻云覆雨 却成了下响主使张力杀害吴晓阳 鼓动幕峰狙击孟赞 最终导致娇梁一怒之下 以死相拼 要向下响报仇血恨 以幕后高人的逻辑 吴晓阳被刺是天大的冤案 下响被诈是自作自受 是活该 陈浩天第一次出离的愤怒 秋实啊 我和你一起进京 陈浩天愤愤不平地说道 有人泼我脏水 踩着我的肩膀上位 我也就忍了 毕竟历史会证明一切的 但现在有人颠倒黑白 想一棒子打死下想 太无耻 太没有底线了 古秋实却似乎毫不气恼一样 昊天兄啊 我理解你的心情 其实以你的政治智慧啊 原本这件事情 也不至于让你窝火呀 你是关心则乱呀 陈浩天被古秋实 不慌不忙地语气气笑了 哈哈 我是关心则乱吗 你难道不关心下想吗 还有 季老是怎么和下想沟通的 为什么他要替下想做主 还要陪下想一起进京呢 他是什么意思吗 也不当面说个清楚 季长信在向古昌表态之后 古昌一走 他也没有停留 只和陈浩天打了一个招呼 也转身走了 似乎他来省委一趟 就是为了和古昌打个照面 说句话一样 就让陈浩天无比的郁闷 实在不明白 既长信此举 有何深意呢 下想去京城 等于是洋入古学 尽管京城有总书记 有四大家族 还有古秋实 但军方一向自成议题 下想如果被带进军委 哪怕是态度恭敬的 以恭请下想的名义也不行 不但会毁了下想的名声 说不定 还真能用什么手段 诬陷下想成功呢 坐实的下想 主使张力刺杀吴小阳的事实 那么到时 就算总书记出面 也没有办法保下下想了 只要让对方在方方面面坐实了 对下想的指责 伪造够的证据 向上提交时 同时 军队默契的配合出现一些异动 下想不死也要脱层皮呀 不得不说 在背后策划整个事件的高人 确实心狠手辣 招招要置下想于死地 下想此时非要进京 不是默认了对方的指责 不是不打自招 不是自投罗网吗 古秋是一路上和纪长信谈了许多 在上纪长信的汽车之前 他和下想也谈了许多 如果说 下想是整个计划的策划者 他就是居中协调的身份 而纪长信 则是下想的保护伞和伏笔 纪老陪下想进京 也是为了保护下想的周全 有纪老在 军委也不敢拿下想如何 古秋是并非要向陈浩天 刻意隐瞒下想的计划 而是在下想计划之中 陈浩天也是关键的一环 下想确实是 想亲自进京 直面军委领导 将事情说个清楚 也好洗刷对他的指责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陈浩天明白了什么 唉 想想太义气用事了 他是为徐冠华和沐峰出面了 但这么一来 说不定会被对方抓住 他和军方来往过密这一点 放大做文章 也能让下想留下政治污点呀 哈哈 下想肯定还有应对之策呀 古秋是意味深长的笑了 我也陪他一同进京 京城有古老 再加上一个纪老 两位老爷子同时出现在军委 也是一件前所未有的盛事 陈浩天主要也是被古昌气得不行 再加上 确实关心则乱 脑子有点乱 没有细想其中耐人寻味之处 古秋是意点 他多少理顺一点思路 笑了 都被气糊涂了呀 想想也是的 有什么想法不和我交流 非要让季老转达 他不知道 我比季老更关心他吗 古秋时开了一句玩笑 哈哈 现在季老可是 比你更关心下想啊 陈浩天不解 怎么说呀 哈哈 季如兰现在昏迷不醒 医生说呀 只有对他最重要的人 才有可能唤醒他呀 从他当时挺身而出 舍身相救下想的举动分析 现在下想 是他最重要的人呢 古秋是意味深长的一笑 此来阳城之前 古秋是忧心忡忡 来到阳城之后 局势一片杂乱 他焦头烂额 但在见到下想之后 见下想不但安然无恙 还成竹在胸 在和下想深谈之后 他心中焦虑渐去 现在是一片月白风轻 也正是因此 才开启了下想和季如兰的玩笑 陈浩天一听 先是一愣 随即也是会议的笑了 哈哈哈哈 季老妙计 详下想 古秋时接了下一句 嘿嘿 陪的女儿又欠人情啊 哎 不好啊 不押韵啊 秋时 你偷懒了 好歹也是北大中文系的高材生啊 要好好对账一句才行啊 陈浩天也是心情大好 难得和古秋是一起 调侃了下想和季如兰 要是让外人知道 堂堂两名政治局委员 拿下想儿女私事说笑 估计也会惊掉大雅 原定明天一早 等吴小阳上市稳定之后 军委会包机运送吴小阳进京 到时 古秋时 下想 季长信 以及 穆峰 许冠华等人 会一同进京 那么今天的各项杂乱之事 应该就告一个段落了吧 陈浩天感觉一下放下一个大大的重担 起身说道 走 秋时 我带你去品尝一下正宗的粤菜 古秋时一脸为难 你知道我喜欢吃了 不喜欢粤菜啊 不行啊 说什么也要尝尝啊 陈浩天盛情相邀 要有尝试的勇气啊 古秋时无奈 唉 好吧 要是有人消停下来 给我们吃饭的机会的话 我就咬牙尝试一下粤菜的风味 不想孤秋时一语成衬 话音刚落 林双鹏就急急进来汇报 陈书记 古书记 有突发情况 刚刚放下的一颗心 顿时又提了起来 陈浩天的好心情 顿时消失殆尽 又怎么了 阳城军区 出动十余名大小 少将等军官 带人杀向了医院 扬言 要向下降讨还公道 刚才是去出面拦截 被当场撞伤几名警察 林双鹏气喘吁吁 好歹也是阳城市委书记 现在却也是风度全无 可见事态严重 什么 陈浩天和古秋实 顿时震惊 好啊 真好啊 对方真是用心歹毒 步步紧逼 真拿着鸡毛当令箭 真想做事 下想是元凶的诬陷吗 还真没见过 诬陷别人 也能无耻到如此地步呢 陈浩天拍案而起 马上去医院 又回头吩咐下声男 同志警备去 立刻调动200名武警出动 我和你一起去 古秋实也是一字一句地说道 应该说 陈浩天出面和军方正面对抗 就已经冒了极大的政治风险 古秋实身为岭南局外之人 尽管是政治局委员的身份 他如果介入到军方大规模的异动之中 也有可能承担极为严重的政治后果 但是 事态的发展 已经刻不容缓了 对方将阴谋诡计 施展到肆无忌惮的地步 他再坐视不理 万一下想 真在军官的冲击之下 有什么闪失的话 他将永远无法面对自己的内心 男儿有所为有所不为 古秋实一咬牙 拼了 我也去 关键时刻 米纪火也挺身而出 听到消息之后 第一时间赶来 如果需要组成人强 才能保证下降的安全 算我一个 请陈书记批准 也算我一个 消息在省委传开之后 省委领导全部被激怒了 几乎所有的省委常委 都聚集在陈浩天的办公室之外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683集 幕后第三局 下降和纪如兰入住的是 省第一人民医院 省第一人民医院 一直是省委定点医院 医疗设施一流 医院的环境也十分优美 安静 再加上 下降和纪如兰都住在特护病房之中 所以 一直等外面喧嚣闹大时 下降才听到几分 下降听到了 纪如兰当然没有想到 他还在昏迷之中 当时的情景 下降依然历历在目 不能忘怀 现在下降才有时间 细心回想当时瞬间发生了一幕 再次想起 依然心神激盗 纪如兰带给他 太多的震撼和感动 其实从一开始 纪如兰对他的刁难起 下下就已经推测出 纪如兰明是任性而为 其实 背后暗藏玄机 掩藏在刁蛮之下的政治手法 既老辣 又流有余地 而且还是可进可退 他就知道 如果真是纪如兰艺人的精心设计 那么他还真是一个 不是的女性政治家 几次较量下来 想想渐渐明白了一些什么 纪如兰胡搅蛮缠的背后 其实也是纪家的默认 就是说 如果纪如兰唱的是白脸 那么 等事情不可收拾时 纪家再出面 就会唱红脸 换言之 纪如兰其实还是纪家 投石问露的石头 不过 因为他貌美如花 又多彩多艺 就不是普通的石头 而是玉石罢了 但不管是哪一种 不管他是不是心甘情愿地 冲锋在前 成 则是功臣 败 则是一个胡闹的女人 从本质上讲 他都是牺牲品 一个美貌的女人 以刁蛮和任性 来玩弄政治权术 除非是色迷心窍的男人 才会被他玩弄于鼓掌之间 比如张力 以下想的箭矢 糖衣炮弹 很难起到作用 到底纪如兰是什么时候 对他情愫暗生 下想也说不清了 几次有意无意地挑逗 纪如兰的大胆泼辣之下 紧张和激动的表情 难逃下想敏锐的目光 就让下想明白 其实纪如兰 是一个没有经历过爱情的女子 要说下想对纪如兰 没有一丝好感 也是假话 任何一个正常的男人 在面对几乎无所不惠 且貌美体贱的女子之时 都难免不会心动几分 纪如兰如空谷幽兰一般的性情 以及他一喜一称的性格 焦如柳 魅如酒的声音 是个男人 都会心向往之 但下想对纪如兰 又确实刻意远离 不仅仅因为他 不想再背负情债 还有他 也确实不惜 纪如兰的行事方式 不管他是受人指使 还是自作聪明 他都不喜欢一个 过于热衷正直的女人 下想以为 纪如兰对他就算稍有好感 也仅限于是 渴望而不可得的渴求 就如男人 喜欢一个女人 就渴望征服一样 纪如兰也想让他 败倒在他的石榴裙下 只可惜 下想并不喜欢石榴花 从曹树立和连若汉之后 除了卫星之外 下想对古裕 对严小时 对傅仙仙 再用情 再深爱 也再无初恋的美好感觉 但在纪如兰 用尽生命之中 全部的力气 将他推倒 要替他挡下炸弹之时 当他深情的话语脱口而出时 一瞬间 下想的心扉全部动开 被纪如兰情道 身处无怨忧的话语 和义无反顾的目光 一下击中 心中激荡而起的 竟然是浓浓的初恋情怀 其实 早在院中一场声音传来之时 下想就想让纪如兰 从后门逃走 纪如兰却偏偏不肯 说什么也要留下 还说 既然他布置好了一切 他就陪他看一场好戏 当时说的十分镇静和自信 下想就以为他真的不怕 形势紧急 下想也来不及 非要劝走纪如兰 只顾得上 刚替他穿上币弹衣 焦梁等人就冲了进来 结果焦梁一露面 纪如兰就露出小女人的一面 吓得瑟瑟发抖 钻进下想怀中 不敢动弹半分 下想就以为他真的害怕了 不料在卢翼动手 射杀娇梁的一刻 纪如兰的身子突然不抖了 他却和他贴得更近了 温香暖郁 暗香袭人 无限疑你 并且 他悄然贴近他的耳朵 嘻嘻一笑 小声说道 您上当了 我故意不走 假装害怕 然后 你才会报警我 多少次纪如兰 有意的挑逗 和无意的风情 下想不为所动 但在面临生死大敌时 他却敢冒生死危险 只为和他亲情一抱 他是傻 还是可爱呢 但下想分明看到 他脸上洋溢出的 只有初恋少女 才会迸发的色彩 然后 就在卢翼和宋利 不断和娇梁等人 交手的间隙 既如兰也不知道 是受了刺激 还是在面临绝境之时 更能激发他的激情 让他释放 平常不敢尝试的事情 他絮絮叨叨地 说了好几句话 我真的 真的 真的喜欢上了你 本来不该喜欢你 但我就是忍不住 你也不傻 为什么没听过 这样一句话呢 一个女孩 一直刁难一个男孩 是因为她喜欢她 一个女人 一直刁难一个男人 是因为她爱上了她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 官场小说 《观神》 也正是因为 纪如兰吐气若兰的倾诉 和紧紧怀抱的柔情 让下想一时分神 被纪如兰的柔情迷失 并且一时心乱 才在最后时刻 没有躲开 娇梁的致命一击 下想留下等候娇梁 是因为她清楚 只有以智力取 才能让娇梁亲口承认 吴晓阳的罪行 否则 不管是沐风和孟赞的对决 还是娇梁对她的偷袭 都能被吴晓阳 以私人恩怨而掩盖过去 事后 想要从军中调查清楚真相 难如登天 下想的预言是正确的 她留下也确实达到预期的效果 但纪如兰却因为对她的亲情倾诉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在娇梁扑过来的一刻 下想本想推开纪如兰 替她挡下 紧要关头 男人保护女人是天职 但纪如兰私私抱住她不放 不是因为害怕 而是因为决绝 她的眼神之中 流露出来的毅然决然 让下想怦然心跳 她坚毅的表情 让下想黯然神伤 纪如兰练过瑜伽 她虽然没有下想力气大 但却比下想身体柔软多了 她紧紧缠住下想身体 使了一个巧劲 下想脚下一滑 就被她结实地摔倒在地 而她却正正压在她的身上 炸弹爆炸的一瞬间 纪如兰和下想四目相对 凝视纪如兰眼神之中 亮如晨星的光亮 就如最美的花朵刹那开放 却是只开一瞬 下想甚至清楚地看到 冲击波将石木桌子的一脚炸飞 直直撞击在纪如兰的后背之上 纪如兰眼中的光亮 瞬间暗淡下去 犹如一朵流星闪过 刹那间光滑不再 当神采从她脸上转眼消失不见 一口鲜血喷出 下想感觉眼前一片血红 然后一切灰鱼的平静 或许最美好的感觉 只能存在于一瞬之间 瞎想此时躺窝在病床之上 得知纪如兰生命并无大碍 但却依然昏迷不醒 她只能回忆当时发生的一切 却不敢想 纪如兰是否能再醒来 她曾经救过古玉 救过傅仙仙 也救过许多人 但是第一次 被一个刁蛮任性 却爱她如命的女子所救 当她毫不犹豫地 用生命的代价来证明她的生命之爱 下想所有的矜持 所有的坚持 都片刻之间 土崩瓦解 无情未必真豪解 纪如兰的生命之爱 值得她轻情一哭 值得她永远铭记 她的情深义重 唉 希望她能早日醒来吧 一切安好 下想收回思绪 微微叹息一声 其实 纪如兰还是太傻了 当时 她不像她说那么多 不那么任性 她就不会受伤 只是她的任性 终究是她的个性 也是她最与众不同之处 外面嘈杂的声音 越来越响 下想还没有开口 唐天云就推门进来 急切地说道 小书记 杨城军区 出动十几名高级军官 带领几十名士兵 冲进了医院 大喊大嚷地 要讨还公道 下想一瞬间 被点燃了怒火 好 有些人对她 真是好的不能再好了 迫不及待的 连她明天进京都等不及了 非要现在就结果了她吗 就听到外面 传来几声 拳拳倒肉的声音 卢役和宋利 已经动手了 真快 已经逼近了病房门口 军人就是军人 保家卫国的本事 有没有不知道 聚众闹事的本领 确实不小 警察不敢管 武警惹不起 好一个人民子弟兵啊 下想 你今天不给一个说法 你就别想清静 别躺在床上装死 我们来替吴司令讨还公道 严惩杀人凶手 下想 你出来 下想冷冷一笑 冲唐天云使了个眼色 唐天云会议 立刻悄无声息地 从侧门出去 然后暗中行事去了 服侍下想的是一名 圆脸大眼 一笑就有两个酒窝的小护士 此时下的浑身发抖 捂着脸躲到一边 下想冲他一伸手 小兵 不怕 扶我起来 护士小兵 慢慢挪了过来 下 下书记 外面的人很凶 还是不要出去了 要出去 不能当缩头乌龟 对不对 男人做事情嘛 要有担待 可是 我不是男人 想想被逗笑了 你扶我出去 他们不会动你的 他们是找我的麻烦呀 找你的麻烦呀 就是找我的麻烦 就是找季家的麻烦 我想看看 十几个大小少将 就敢在季家面前胡闹吗 季长性语气凛然 脚步绝然 虽然满头花白头发 个子也不高档 但昂首挺胸的气势 一声酒精风浪的沉稳 依然令人不甘轻视半分 谁想进去这个房间 除非从我的身上迈过去 季长性虚发结章 显然 已经怒疾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684集 矛盾 持续升级 鸡老出现之前 卢毅和宋利 已经和对方交了几手 对方虽然人多势重 既有军官 又有士兵 但刚刚经历生死之争的 卢毅和宋利 丝毫不会怯战 对方粗暴而野蛮地 推开阻拦的医护人员 又将几名省委工作人员 推倒在地 所到之处 如鬼子进村 负责保护下想安危的几名警卫 刚一阻拦 对方就拳脚相向 仗着人多势众 三拳两脚 就将警卫放倒 其嚣张和狂妄 哪里是人民子弟兵的本色呢 简直就是一群兵痞 眼见就要闯进下想的病房 卢毅和宋利 岂能任由对方胡来呢 他们清楚 只要闯进下书记的病房 不一定会发生什么 不可想象的后果 二话不说 就动了手 对方虽然人多 但远远不是卢毅和宋利的对手 不过胜在人多 卢毅和宋利打倒七八个 对方远远不断地涌上来 大有恃不罢休之事 双拳难敌四手 卢毅和宋利 就有点招架不住了 眼见就要被对方 突破防线之时 记忆老现身了 浩浩荡荡的 出现在医院的军人 一共有近五十人之多 为首的是一名少将 名叫袁万明 是吴晓阳的嫡系 其随从有 少将三五名 大校七八名 另有中校十余名 再加上 中校以下的将官士官 人数超过五十人 另有几十人的士兵 在医院门外站岗 明示站岗 其实是把守大门 防止人员随意出入 等于是 想将下校 直接堵死在医院之中 不得不说 此招十分狠毒 对方此举的意图就是 想在医院之中 打了下校的闷棍 不管死活 打了再说 士兵聚众闹事 虽然从不报道 但也不少见 军人组织性 纪律性严密 对上级领导的忠诚度 远超外界想象 如果说 吴小阳真是被下校幕后主使张力刺杀 那么吴小阳手下自发组织起来 冲进医院 暴打下校一顿 甚至将下校当场打成重伤 也只是军队之中的偶发事件而已 事后或许只会处置几名为首者 其余追随人员 有可能会既往不咎 但事实却是 下校非但不是刺杀吴小阳的幕后黑手 相反 吴小阳却是 试图谋杀下校的幕后真凶 颠倒黑白不算 还想在颠倒黑白的名义之下 行使非法正义 就是天下第一的无耻 事已 陈浩天在岭南多年 从未正面和军方有过接触 更没有过对抗 今天再也隐忍不住 挺身而出 要与对方当面对峙 陈浩天一行赶到的时候 医院的大门 已经被士兵占领 几十名士兵一字排开 合枪实弹 死死把持医院大门 不许出 更不许进 俨然是 对医院进行了军事管制 士兵态度蛮横 所有人等一律不得靠近医院 否则后果自负 就连陈浩天的开道警车 也被拦下了 陈浩天怒了 本来遇到此类情况 以他的身份 根本就不用下车 今天 他要正面发威一次 当即推门下车 大步来到士兵的面前 谁给你们的权利 让你们军队在地方上胡作非为呢 在门口守卫的大部分是士兵 为首者不过是少校军衔 也何该他倒霉 他偏偏不认识陈浩天 更没想到堂堂政治局委员的陈浩天 会亲自出面 只以为陈浩天是一个秘书 就十分粗气地说道 你又是谁啊 没看到现在医院被军方接管了吗 赶紧让开 小心误伤 陈浩天一挥手 你让所有士兵都马上撤走 你说撤就撤 你算老几啊 少校被人鼓动之下 真以为下想是幕后凶手 正憋了一口气 所以话就冲了一点 全部拿下 陈浩天从来没有如今天一样威风 一挥手 冲后面的武警下了命令 如有反抗 不惜一切代价 等同于下了格杀无论的命令 少校惊呆了 才注意到 车队的后面跟着几辆卡车 从卡车上 跳下上百名全副武装的武警 惊呆过后 少校自视自己一方在地 又认定 对方不敢奈何他 就冲后面一挥手 全体都有 加强防备 或许是 他挥手的姿势太专业 很像拔枪的姿势 他话未说完 就听到 有人急促喊了一声 陈书记玉玺 动手 少校的大脑 只反映了半拍 刚冒出 陈书记是谁的念头 就顿时失去了思索能力 远处一声枪响过后 一颗子弹 准确无比地击中他的额头 一枪爆头 开玩笑吧 堂堂的政治局委员的警卫力量 相当的恐怖 狙击手随时待命 更何况 今天随同陈浩天出现的人群之中 不仅还有一名政治局委员 更有七八名省委高官 少校的身躯 直直倒在地上 扑通一声 震惊了当场所有的士兵 在士兵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 已经被一拥而上的武警 包围得密不透风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少将袁万民 眼见即将大功告成 可以一举将下降拿下之时 却凭空杀出继场性 他不由得又气又恼 暗叫一声晦气 甚至还在心中 骂了一句老不死的 装模作样 敬了一个军力之后 袁万民不以为然地说道 季老啊 今天的事情 是军区一帮兄弟 要和下降算一笔账 和您老无关 请您老高抬跪脚 不要躺浑水呀 我刚才说过了 想进房间 有本事 就从我的身上迈过去 否则 就请回吧 季长信虽然怒火中烧 但还是保持得相当的克制 作为世家传人 他比眼前的冰痞的寒养 要好多了 季老啊 我敬您老是前辈 但手下的兄弟们 气氛难平啊 要是闹腾起来 我怕约束不了他们 袁万民阴阳怪气的威胁说道 啪的一声 季长信 终于忍无可忍 仰手打了袁万民 一个耳光 你算什么东西 在我面前 没大没小的 就是吴晓阳见了我 也不敢放肆 袁万民冷不防被打了一个耳光 恼羞成怒 季长信 你别以老卖老 我惊你一把年纪了 可不是真怕你 告诉你 你再不让开 别怪我不客气了 你想怎么个不客气发呀 但随着陈浩天 威严 并隐含怒气的声音传来 以陈浩天为首 紧随其后的是 古秋时 以及岭南省委一众常委 包括省长米纪火 副省长沈家后 省委组织部长池永利 省委宣传部长思英 省政法委书记 省公安厅厅长沐远海 省委秘书长刘金南 阳城市委书记林双鹏 除了叶天南仍在京城滞留未归 池平凡和施启顺 不常在省委办公之外 凡是在省委办公的省委领导 全数到齐 声势浩大 气势惊人 虽然从人数上 比不过阳城军区一帮少将和大校们 但在级别上远高于军区的一帮军官 袁万明的气势为之一致 一见陈浩天和古秋时 双双露面 直到今天之事落不了好了 但要立马认输 也太丢人了 就物自嘴硬地说道 陈书记 军区的官兵都为吴司令不值 想找夏书记讨个说法 请陈书记主持公道 还想将他一句吗 陈浩天暗中冷笑 脚步稳健 大步来到近前 谁想讨个说法 站出来 立刻就有一人站了出来 是个大校 我 又有一人也站了出来 是个中校 昂首挺胸 十分气势 还有我 好 陈浩天叫了一声 却一挥手 抓了 马上就由武警上前 二话不说 就将两只出头鸟 绑了个结实 袁万民急了 向前一步 陈书记 踩走一步 就有两人向前 挡在陈浩天的面前 看架势 如果袁万民 再敢前进半步 说不定 就血流当场了 袁万民狠狠地说道 陈书记 您让武警抓官兵 看您怎么向军委交代吧 笑话 陈浩天冷笑一声 我什么时候 要向军委负责了 我只需要向党中央负责就行了 还有谁想讨个说法 我会主持公道到底 我 袁万民把心一横 他不相信陈浩天 会连他堂堂的少将也敢抓了 真如此的话 陈浩天 就得进京向中央说个清楚了 抓 陈浩天毫不犹豫地下达了命令 武警只听命陈浩天 才不管袁万民是少将还是中将 直接就将他拿下了 跟随袁万民的一帮官兵不干了 甚至有人想拔枪 袁万民建势头部队 忙出声制止 谁也不许轻举妄动 今天的事情 中央和军委会还我们一个公正的 他很清楚 只要有人拔枪 就会被当场击毙 而且死了白死 开玩笑吧 当这两名政治局委员的面拔枪 不是找死 又是什么呢 别说他 就是吴小阳也不敢呀 袁万民悲壮的一喊 激发了在场官兵同仇敌忾的决心 纷纷说道 算我一个 算我一个 有本事将我们全抓了 陈浩天脸色森然而冷漠 好 既然如此 都抓了 袁万民大惊十四 陈浩天疯了吗 抓了几十名少将 大校和中校 他再是政治局委员 也无法向中央交差 而且 阳城军区独立于省委之后 陈浩天只是岭南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并没有在阳城军区兼任职务 难道他不要政治前途了吗 陈浩天用响亮的声音 回答了袁万民的疑问 都先交由武警看管 我和夏祥一起进京 亲自向中央说明问题 事情终于上升到了全方位的正面对撞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685集 埋下更大的伏笔 在武警一拥而上 要将在场军官全部拿下时 军官之中 有人终于忍无可忍地动手了 是一名少校 因为年轻 所以血气方刚 他才被吴小阳提拔为少校不久 视吴小阳为恩人一般 建立下想病房近在咫尺 却不能迈进一步 又被陈浩天的强势 逼迫得怒从心头起 军人不比地方官员 地方官员 在左右逢员中生存 人人都有长袖善武的本领 既要会察言观色 更要学会隐忍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以忠诚为第一 宁肯牺牲性命 不肯丢掉荣誉 尽管是颠倒黑白之下的所谓荣誉 少校趁人不注意 悄然来到下想病房门口 此时 既长性也唯有失神 没有注意到少校的逼近 等纪长性发现少校逼近之时 已经晚了 他怒喝一声 你敢 少校已经被狂乱和所谓的正义 冲昏了头 眼中已经没有是非和高下 猛然一撞 生生将老迈的纪老撞开 纪老猝不及防之下 竟然被一下撞倒在地 少校一击得手 又猛然一脚朝房门踹去 如果下想了房门被他一脚踹开 虽然一扇门不值几个钱 但此事意义重大 等于是说 以陈浩天 古秋氏为首的两名政治局委员 再加上 庶民岭南省委领导 依然没能阻止阳城军区破门而入的举动 换言之 门是小事 延伸意义是大事 眼见一脚就要踢时 门忽然自己开了 自己开了不要紧 正好将少校的飞起一脚的姿势化解 常走楼梯 偶尔体会过一脚踩空的人都知道 力气没有用到实处 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 少校本来用足了十分的力气 却一下踢空 要多难受 有多难受 外人自然无法体会 但从他身子一歪一下摔倒在地 然后疼得满头大汗 抱腿打滚的狼狈姿态 就可以得出结论 估计短时间内是站不起来了 门一开 夏夏在护士搀扶下 现身了 本来在陈浩天下他全部拿下的命令之后 在袁万民要求军官 保持冷静和理智的要求之下 阳城军区的一干军官 也做好了束手就擒的准备 他们坚信 军委真会还他们一个公道 历史也将铭记他们 但在少校一脚踢空 疼得满头大汗的突变之下 夏夏终于现身 而且还是一脸淡然微笑 似乎一切云淡风轻 无关轻重 阳城军区军官们的怒火 就失控了 吴小阳曾经是他们的首长 就是心中永远的首长 夏夏天胆大包天 赶幕后主使凶手杀害首长 不宜枪毙了他 难解心头之恨 现在夏夏不但没事 还得意洋洋 而整个岭南省委 还包庇下想 甚至陈浩天 还仗着人多势众 非要将原将军也要拿下 还要将在场所有军官 全部关押 真当阳城军区的官兵 是孬肿吗 真当十几名大校 中校 是吃干饭的吗 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 头可断 血可流 士气气节不能丢 阳城军区 不能让岭南省委 和武警欺负到头上 反抗到底 血战到底 一命换一命 我要和夏夏 一命换一命 十几名军官 异口同声 摆出一副大义里然 誓死如归的阵势 有人盛怒之下 甚至拔出了手枪 枪刚一入手 就有一道红光 直到额头之上 一个冷森的声音 命令说道 立刻放下武器 说到三声之后 如果还不放下武器 是为对中央领导 武力威胁 对中央领导武力威胁的下场 就是一枪毙命 此人是一名中校 分管后勤 走私 贪污 数额十分巨大 几次被上头调查 都被吴小阳压了下来 他是吴小阳 比亲爹还亲 此时一见下想 就如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尽管他也知道 其实哪里是下想 谋害吴小阳呢 根本就是 吴小阳设计下想 但吴小阳重伤未死 据说伤好之后 还能官复原职 此时正是表现了 大好时机 只要表现得好 不愁以后不升官发财 他就举起手枪 瞄准了下想 如果让他知道 刚才在外面 已经有一名军官 被一枪爆头 他也就不敢冲大头算了 有时候表现过头 很容易用力过猛 然后赔上身家性命 几乎就在他举枪的同时 枪响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忠孝的胸口正中一枪 或许是狙击枪威力过大 竟然一下将他的身体 击得向后飞出半米 然后如一堆破烂一样 扑通倒地 枪响过完 是死一般的寂静 包括袁万明在内 都惊呆了 也是 虽然袁万明一行 是货真价实的军人 但韬光扬灰太久了 以至于 许多军人 都没有见过流血的场面 更没有想到 岭南省委 真敢直接开枪 而且还是 一枪击毙一名忠孝 袁万明 巨大震惊之后 是冲天的愤怒 陈书记 阳城军区上千名军官 几万名战士 一定要向 岭南省委讨还公道 陈浩天 岂会被袁万明的威胁吓到 说道 没有我的命令 谁再敢洞上一洞 一律是为 威胁中央领导人身安全 和试图挟持省委领导 以叛国罪乱冲 又一挥手 钱不拿下 谁敢反抗 当场击毙 一瞬间 陈浩天的形象 无比高大起来 身上迸发而出的 正是国内仅有的 25名政治局委员的 强大威势 作为国内政治顶尖存在的 陈浩天 岂能畏惧 袁万明一样 随处可见的少将 第二天一早 两架包机同时 从阳城机场起飞 直飞京城 本来的安排是 下相 陈浩天 古秋石 继长性级人 和吴小阳一行同机 但陈浩天坚决不同意 直接由省委方面包机 他 下相 古秋石 和继长性同城一机 和吴小阳一行分开 并且明白无误地告诉古昌 省委队下相乘坐军方包机 不放心 陈浩天的强硬 让古昌大为恼火 更恼火的是 昨天精心策划的一出 不但没有灭了下相 反而偷机不成18米 打进去两名军官的性命不说 更让陈浩天 关押了近20名中校以上的军官 酿成了 自从前任国家和线领导人下令 一夜击毙十几名将军之后的 最重大的军中事件 古昌恨的咬牙切齿 却又无可奈何 谁让陈浩天是政治局委员呢 谁让古秋石也是政治局委员呢 更何况 自始至终 作为关键人物之一的米济火 一直没有表态 不表态 比表态更可怕 谁不知道 米济火和总书记之间 二十多年 相知相伴的默议关系呢 其实以古昌所想 原本不愿意发动昨天的事变 但幕后高人 不知从哪里得知内幕消息 据说 在一次内部会议之上 一直对岭南事件 没有正面表态的总书记 突然之间 当场摔了文件 怒气冲冲的拂袖而去 幕后高人就由此推知 总书记 必定要以此事为契机 极有可能拿阳城军区开刀 再联想到 夏祥非常配合的 要来京城接受调查 就证明了一点 夏祥肯定已经事先 做好万全的准备 就是说 夏祥进京 恐怕不会让自己一方如愿 就不如先下手围墙 先灭了下乡 古昌虽然不想在阳城 再闹出事端 但上面有命他不敢不从 只好策划了官兵骚乱事件 虽然事先 也设想到陈浩天 有可能出面阻拦 却没想到 陈浩天强硬如丝 现在事情已经完全闹大了 虽然事态严格控制 在一定范围之内 但政治意义重大 究竟事件要怎样收场 现在他一点头绪也没有 快要召开两会了 还是不要有太大的变故才好 古昌坐在飞机之上 百无聊赖地翻看几份报纸 简又开始大举宣扬 雷锋和好人好事 他摇摇头 岭南事件现在 被部分国外媒体热潮 国内当然不会建筑爆端 所以就有必要 采取转移视线的方式 来将民众的注意力 吸引到别的上面 猛然间 外面的天空电闪雷鸣 刚刚还是晴空万里 怎么转眼间 就万里乌云了 古昌的心中 猛然闪过一个不祥的预感 想起岭南事件之中 牵涉到三个人 一个是夏祥 一个是米纪火 一个是陈浩天 三人都是总书记的爱将 总书记的雷霆一怒 最终会通过什么方式发出 又会落到谁的身上呢 一个巨大的闪电 滑亮半边天空 一下下的鼓昌 打了一个激励 另一架飞机上 陈浩天 古秋是相对而作 正在说些什么 夏祥已经沉沉睡去 他虽然 被纪如兰 抵挡大部分冲击波 但因为他没有穿 B弹衣的缘故 受伤也不比纪如兰情 好在他毕竟是男人 身强力壮 只需要修养即可 当然了 他的伤势轻重 目前对外界来说 还处于严格保密状态 最终伤势或重或轻 还得是具体情形 因政治形势而定 夏祥沉沉睡去 一旁 季长信坐在他的身边 目光之中满是慈爱之意 寸步步 不离的守护下相 是下相 如子之一般的疼爱 陈浩天和古秋实 不约而同地 看了寄长信一眼 相视一笑 陈浩天说道 呵呵 怎么样 京城之行 是不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了 古秋实微笑点头 东风倒是 万一划不起来 怎么办呢 陈浩天问道 古秋实含蓄地一笑 看了下相一眼 呵呵 你看下相睡得那么香甜 东风如果不是已经接到 他能睡得安稳吗 两架石关岭南事件最终定性 和无数人性命的飞机 正在以时速一千公里的急速 飞往京城的时候 京城之中 更是暗流汹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686集 京城云洞 京城 老古的宅院之中 迎春花已经次第开放 虽然不是怒法 但总算有了春意的光景 今年倒春还十分严重 北方春来晚 尤其是京城之地 只见沙尘暴 不见春意闹 就连老古也说 京城的春天 是一年不如一年 像当年春天一到 京城春回大地 处处人间美景 现在除了风沙 就是风沙 古语却还是 浑然不知忧愁的人间仙子 他穿了一件运动衣 额头上 浸出细细的汗珠 脸色红润 阳光打在他健康 而艳若昭霞的脸庞之上 映照出一层迷人的光运 古语正在院中一角 开辟一块菜地 他要自己种菜 鱼丫头啊 你包好饺子没有啊 想想下午就到了 老古背着手 在院中丧了几圈布 感受到身上太阳的暖意 心情大好 包好了 包了几百个呢 撑死他 古语笑嘻嘻地说道 都冻进冰箱了 想想受伤了 你好像一点也不担心他呀 老古对古语的表现 有点看不透 虽说艺丫头 是一个藏不住心事的人 但夏夏在面临 生死攸关之际 却被纪如兰舍命救下 想必古语听了 心中肯定会有想法吧 我才不担心他呢 他走哪里 都有人舍身相救 人缘多好啊 古语一边说 一边用力将锄头落下 好像锄的不是地 而是某个人一样 是啊 想想就让人羡慕 问世间情为何物 只叫人生死相许 也不知道 是锄头的质量太刺 还是古语用力过大 咔嚓一声 锄头竟然从中断为两截 古语恼了 气呼呼地将手中半截棍子一扔 连个锄头也欺负人 我真生气了 老古笑了 古语再大 也是他眼中的小女孩 他最恋爱 他的小女孩 星星 虽然生气 流露出的却是 可爱 和憨态可居 行了 别乱生气了 你要感谢 纪如兰救到下相才对啊 想想看啊 要不是他呀 下相说不定现在 站都站不起来了 其实老古清楚 纪如兰和下相之间的纠缠 之所以只说其一 不说其二 是不想让古语心生怨念 心中坦荡的人 才能一生知足常乐 古语眼睛转了几转 似乎想了一想就想通了 忽然又笑了 好了好了 我又不是小孩子 才不会乱发脾气呢 等要机会去阳城 我要当面谢谢纪姐姐 不过 你不知道纪姐姐 能不能醒来 见古语转眼间 就心开一解 老古又欣慰地笑了 只是 当古语转身回到房间之后 她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哼 想闹大 想连下想 习惯话 目封一锅短嘛 好 风配到底 就怕你们到时候玩不起啊 话一说完 正好有一架飞机从头顶飞过 老古微微仰头 眯起了眼睛 下想也差不多该落地了 京城 中南海 一间静室 静室的装修极为简单低调 只有一床 一桌 一椅 除此之外 再无多余的摆设 总理面带忧瑟 背着双手 在房间中走来走去 也不知道走了多少圈 才停下脚步 问道 想想答应 来京城到军委配合调查 他到底有什么倚仗呢 叶天南微微摇头 我也不太清楚啊 最近几天 我一直留在京城 处理康孝的后事 阳城发生的事情 也是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啊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下想肯定有必胜的把握 否则 他肯定不会借继偿性之口 主动答应进京的 唉 我是手中没有军权啊 总理痛心疾首地说道 如果我有军权 我第一个要将吴小阳就地免职 然后深入调查他的贪污腐败问题 一查到底 哪怕枪毙几十人也在所不惜啊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现在的军队 怎样担当起保家卫国的重任呢 都是一些什么人呢 打 砸 抢 还敢公然威胁中央领导的人身安全吗 反了他们了 叶天南没有说话 目光闪动之间 似乎想明白了什么 问道 总理 听说有人提议 要因为阳城军区事件 而将陈书记免职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审 是有人想借机声势 想一意举定乾坤 不过 我不会让某些人的阴谋得逞的 总理目光坚定 叶天南微微点头 总理 等陈书记和夏书记落地之后 我去机场迎接一下 然后就会一直陪陈书记和夏书记 总理认可了叶天南的决定 你一定要坚定立场啊 关键时刻 不能动摇啊 叶天南坚定地答道 请总理放心 康笑的身后事 有没有把握呀 总理突如其来问了一句 叶天南自信地说道 没问题 夏书记安排我 陪同康笑进京 就是让我在处理 康笑同志的身后实质上 做到十足的把握 好 总理右手举了起来 做了一个全国人民都熟悉的手势 在政治局常委会上 我会对一些人的阴谋轨迹 做出正面的回应的 京城 中南海 养心斋 养心斋是总书记 专用的休息和用餐的地方 通常情况下 闲人免禁 基本上 国内省部级高官 能得以进入者 寥寥无几 夏夏不但来过两次 还两次陪同总书记用餐 正值中午时分 总书记又来此处用餐 一般情况下 总书记来养心斋用餐 要么因为心情大好 要么因为心情极差 今天是京城春天之中 难得的春光大好之日 但明德谋清楚 总书记来养心斋 不是心情大好 而是心情极差 因为岭南事件 对方过界了 不但过界 还触及到总书记的底线 总书记上任以后 一直是温和世人 推行法治和道德治国并重 注重法治和精神文明双重建设 应该说 是建国以来几代领导人中 最有成上几下历史意义的一任 正是因为 不想上任领导人 从严治军事件的重严 总书记对军方 一向宽容有余 而严管不足 不想阳城军区胆大包天 以下相为契机 以吴小阳为由头 差点闹出一场 天翻地覆的事变 毫不夸张地讲 只差一点 就是政变了 如果是发生在其他地区还好 偏偏是阳城 是岭南 偏偏是陈浩天 米济火 和下相三人齐聚之地 三人皆是总书记的爱将 尤其是下相 更是总书记 着力培养的后备力量 事关团细今后 二十年的国内大计 却有人想一举将下相 黑掉不散 还借张力之事 明里暗里 要将米济火拖下水 米济火是总书记 几十年来 最信任的亲信之一 动了米济火 就和直接向总书记叫板 没有不同 明德摩作为总书记的首任秘书 虽然没有一直跟随在总书记的身边 但却是 总书记众多秘书之中 最得信任的一位 和米济火 并列为总书记两大智囊 米济火跟随总书记二十余年 他和总书记的密切关系 也远距离保持了十几年 他对总书记的了解 一点也不比米济火差上半分 岭南事件 虽然总书记一直没有明确表态 他心里明白 总书记真正动了肝火 米济火因为张力被拖下水 还好说 毕竟可以以张力 已经被替换为由直接借过 别人也不好说什么 主要是有人因而在 再而三地对下想痛下杀手 如果以前有人想黑了下想 总书记顶多是站在公事的角度 替下想主持公道 但现在 总书记对下想的厚望之中 已经夹杂了私人感情 所以 在总书记的愤怒之中 就更多了对下想私人情怀的部分 也是因为 在下想几乎被明确为 总书记的后备力量之后 还有人明目张胆地 借军方之手 与除掉下想而后快 不排除有人在背后 借除掉下想之计 来挑战总书记权威的用意 明德谋就非常赞赏 陈浩天和古秋实 在扬成的当机立断之局 总书记两大爱将同时出马 为维护总书记的权威 直接将阳城军区 近二十名聚众闹事的军官拿下 还击毙两人 视为强有力的一次正面反击 相当于借机向幕后黑手宣告 绝不妥协 奉陪到底 奉陪到底 总书记应该是想通了什么 脸色愈加冷俊 德谋啊 你去机场接一下浩天 秋实和下想 在下想去军委之前 我要先和他见上一面 是 明德谋算算时间 直到现在必须动神了 就站了起来 总书记 还有什么吩咐吗 总书记摆摆手 军方也有人接机啊 如果对方非要接走下想 你看着吧 明德谋明白了 总书记授权他全权处理 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 两架专机一前一后 落在首都机场 专机落地之后 就有大批阶级人员围了上来 对 是包围 而不是迎接 果不出所料 军委方面 虽然得知陈浩天 亲自陪同下想同机抵达 但依然派出大量人手前来机场 以接机的名义 试图将下想 抢先一步接走 军委派出的接机人员 竟然是总政部主任 王任久 按照排名 应该是陈浩天的专机 先一步抵达 但此次 却是谷昌的专机先行落地 当谷昌走出机舱的一瞬间 看到军方盛大的接机队伍时 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但当他的目光 落在另一侧 前来迎接陈浩天一行的接机队伍时 不由地顿时倒吸一口冷气 震惊地目瞪口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687集 第一场东风 如果仅仅是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前来接机 谷昌也不会吃惊 甚至是 当他看到明德谋亲自现身机场时 也只不过是 微微震惊 但当他的目光 越过明德谋一行 落在远处正在逼近的 另一波接机队伍时 才感到一阵阵的心寒 前所未有的阵势 前所未有的盛况 正是因为 迎接下相 陈浩天一行的队伍 超乎想象 谷昌对于身为军委委员的王任久 亲自前来接机 心中全无半分喜悦之感 本该是受宠若惊的礼遇 他却只是 心中强烈的不安 谷昌下机之后 就有医护人员 迅速接走吴晓阳 设施一流的专用救护车 将吴晓阳转移之后 王任久才和谷昌说了几句什么 二人连妹来到陈浩天和下想专机之前 作为军委委员 王任久在军委之中排名十分靠前 是军委之中的实力派人物 执掌总政部大权 解放军四总之中 排名第二的总政治部 其影响力和权力 仅次于总参谋部 是一等一的实权部门 王任久身为军委之中 排名前期的要员 亲临机场为一名总政治部副主任 接机不合规矩 但在不合规矩之外 自然是用心深远的非常之举 接的不是谷昌 而是下想 岭南省委的专机舱门打开之后 陈浩天为首 古秋时居候 再后是记忆长性 三人缓步走下 见到王任久第一眼时 陈浩天心中冷笑一声 却脸色平静 来到王任久的面前 主动伸过手去 王主任 王任久接过陈浩天的手 陈书记 一路辛苦了 我特意来向陈书记了解一下 阳城军区部分官兵 到医院出事的经过 不知道陈书记 有没有时间和军委交流一下呢 不说聚众闹事 只是含糊其词地说是出事 就意味深长了 出事一说 是可进可退的表述 没时间啊 陈浩天对王任久 公事公办的邀请之下 掩藏的杀鸡 了然于凶 才懒得和他交流什么呢 一口回绝 我要先向总书记汇报工作 言外之意 他只需要向总书记负责 不必向军委解释什么 很遗憾啊 王任久淡淡答了一句 那么军委方面 是不是可以接走下向同志呢 其实接走下向 才是王任久此来机场的真正用意 军委由他出面 还真不够资格 请动陈浩天呢 再说 军委也不够级别 请动一名政治局委员 去解释说明什么事情 尽管陈浩天 做出惊人之举 令军委高层大为震惊 加震怒 想要问责陈浩天 只能通过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其他权力机构 无权对陈浩天 有任何的约束 陈浩天淡淡一笑 王主任呢 从阳城到京城 军委这么迫不及待的 想让下想到军委配合调查 真是热情的很啊 王任久对陈浩天冷嘲 热讽不以为意 只是继续说道 诸是凶手刺杀中将 事关重大呀 军委开会研究之后 已经正是向中央提交了抗议 如果下想同志 不配合调查 军委方面 处于稳定军心的需要 有必要采取必要措施 采取什么必要措施呢 以王任久的级别 不必说得清楚 而且在陈浩天面前 他也不用说出威胁的话语 一是他不够资格 二是都是聪明人 点到为止 其实王任久的话里话外 还有影射陈浩天 在杨诚义举扣押几十名军官之事 陈浩天轻轻摆了摆手 军风的事务 我不便过问 我只做好自己的分内知识就可以了 下想同志现在伤势未愈 需要静养 他来京城的主要目的 也是养伤来了 王任久本来一直心平气和的 和陈浩天说话 不想陈浩天不但态度冷淡 还避意众旧卿 将下想进京 当成休假疗养 简直是对他兴师动众 前来机场接机的面试 陈书记 我以为下想进京 是向军委说明情况 真没想到啊 他还悠闲自在 有心情有时间进京休养 也不怕京城有军人吵闹吗 王任久的话寒沙摄影 终于流露出威胁之意 王主任 如果想想到了中南海休养 还有军人吵闹 我这个中办主任 就当得太不称职了 明德谋的声音 木然在王任久的身后响起 王任久其实早就发现明德谋的撤退 不过一直假装没有注意到罢了 有陈浩天和古秋实在 明德谋按照级别 还有靠后 不想明德谋一句话说出 也是暗藏咄咄逼人的气势 王任久就明白 明德谋是奉旨前来 王任久威以私存 形势比人强啊 军委再大 大不过中南海 就只能后退一步了 啊 民主人说笑了 我只是在征求一下陈书记的意见 既然下向同志现在身体不适合到军委说明情况 就等下向同志的身体 休养好了再说吧 呃 不过 总要有一个大概期限吧 我好回去交差呀 还真不好说具体期限呢 王主任 哪一个不恰当的比喻 比如你病了 你能保证你什么时候能好吗 明德谋的话 比陈浩天的话 更是暗藏刀光剑影 王任久脸色微微一变 明主人 请不到下向同志 又没有一个确切事件 我真的没法回去向首长汇报啊 再万一拖的时间过长 引发军心不稳 我可承担不起这么严重的责任啊 你承担不起啊 我来承担 又一人的声音 在不远处响起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王任久一听 顿时觉得头皮一阵发紧 还真是风云际会 连吴才阳也来了 他回头一看 差点震惊地后退两步 何止吴才阳 还有吴老爷子 没老爷子和秋老爷子 估计也就是 父老爷子已经去世 否则四位老爷子 说不定同时现身 就更是了不起的大事了 如果说 吴才阳中组部部长的身份 还不足以震慑地 王任久大吃一惊的话 三位老爷子同时现身 其分量之重 就是军委几位副主席 也要退让三分的 刚才让谷昌只看了一眼 就震惊地目瞪口呆的 正是三位老爷子的现身 谷昌本想对王任久说个清楚 却一直没有机会说出口 现在也不用说了 王任久已经被三位老爷子的现身 当场震住 整个计划完全被彻底打乱 当王任久和谷昌一行的车队 消失在远处之后 夏夏夏才缓缓从飞机之上下来 让诸位领导和几位得高望重的老爷子 等候他一人 他大敢过意不去 不过 当他看到 在三位老爷子出面施压之下 王任久和谷昌 被迫留下了许冠华 他终于欣慰地笑了 第一场东风 在京城落地之时 在机场之上 徐徐刮起 许冠华没有被谷昌带走 视为第一局的胜利 虽然没能留下沐峰 沐峰被军委带走 也是夏夏有意为之的计划之一 作为第二场东风的关键人物 沐峰和张力 仍在军委 比留下更有意义 夏夏夏此时 还不到到军委说明情况的时机 他现身之时 就是第三场东风 浩浩荡荡之时 不错 夏夏本人就是 决定胜负的第三场东风 吴老爷子感慨万千地说道 老骨头飞说呀 包好了饺子请你去吃 我回绝了 难道就老骨家有饺子吃吗 吴家就没有吗 走 先回家吃饺子去 其余事件嘛 吃饱了肚子再说 天呀 踏不下来呀 天当然踏不下来了 就算非他不可 也是踏别人头顶上的一片天 夏夏在飞机上 好好地睡了一觉 现在精神饱满 气色大好 反倒比平常显得还精神气氛 吴财阳刚才霸气外露 震慑了王润酒 现在却是一脸怒气 呵斥地瞎想一句 瞎想啊 你以后再不爱惜自己 不许你再进吴家家门 明是责怪 语气之中 却是浓得划不开的亲情 吴老爷子不干了 财阳啊 你凶什么凶嘛 年轻人调皮一点也正常啊 你当年一个人在大溪杯 陛下想还胡闹呢 我都没有骂你啊 吴财阳没法了 尴尬地笑了 哈哈 长信啊 你是南方人啊 怕是吃不惯饺子啊 不过 要是你愿意 吴家也欢迎你啊 吴老爷子和纪长信握手 邀请他到吴家做客 纪长信却是婉拒了好意 啊 歇步了 我和老姑已经约好了 要先去吃他的饺子啊 既长信和老姑关系不错 和吴梅丘富四家关系一般 也可以理解 四家是新兴家族势力 既加为传统家族势力 彼此之间 有一定政治理念的偏差 道不同 就一直不相为某 本来明德某 想先接下想去中南海面见总书记 但在下想坚持下 还是同意让下想先去了吴家 不过下想也让他转告总书记一句话 叶天南也来接济了 但他级别太低 最终没有机会进前 最后只好和陈浩天一起走了 机场一行接济人员各自分散 陈浩天苦秋时 随同明德某去中南海 下想回吴家 许冠华则和纪老一同去面见老谷 下想进京之后的决战局 在机场之上 徐徐拉开大幕 等明德某回到中南海 面见总书记之后 转告了下想的话 总书记微微面露惊诧之色 微一丝存 就想通了其中缓解 会议的一笑 同志下去 立刻召开政治局常委会 讨论岭南局势 决定生死存亡的一次重大会议 即将上演最高级别的碰撞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688集 京城云洞各地风生 京城云洞各地风生 先是吉江省 在吉江担任数年的省委书记宋朝度 一向温和有余 执政风格如何风细雨 很少有大刀阔斧的举动 突然 却在一夜之间大下狠手 大刀阔斧的砍下 做出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大事 宋朝度的大刀砍下 其力度之大 范围之广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先是岗山方面 岗山市即将省较大地时 出过全国名人前来风 从岗山起步 借CCAV起驾 从而鸿遍全国的艺人战大使 前来风 据说 在岗山市是一个风云人物 在全国也很吃得开 却突然之间传出 被限制离境的传闻 一般而言 艺人被限制离境 多半是因为和政治人物走得过近 而政治人物事发 从而连累到艺人的得意双心 尽管有关前来风被限制离境 也不知是空穴来风 还是事实 不少人都在猜测 背后的事件真相究竟是什么 政治事件和娱乐事件 总会在某一件事情上有关联 就在当事人亲自证实 限制离境只是无稽之谈的同时 岗山市原公安局长案件 正式浮出水面 岗山原公安局长任职期间 利用职务之变 在打黑名义之下 打倒小股黑恶势力 成为大股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收取保护费金额 高达两千多万 至于其他的卖官和贪污行为 更是数不胜数 不必再数 作为一名官员 或许他不是最成功的一个 但作为一名官商 他却卖出了世界最贵的伞 岗山市原公安局长落马 只是第一步 正当无数人 还在猜测宋朝度辞取的真正用意时 岗山市委市政府 又遭遇到另一场官场风暴 一夜之间 落马数名厅级高官 其中包括 市委副书记和副市长 宋朝度在即将多年 从未大张旗鼓地进行过 厅级以上干部的人事调整 大部分人事变动 都是在和风细雨之下 一步步悄然推动 岗山官场地震 虽然比起当年 下乡在乡上 一举拿下十几名厅级干部的 雷霆之举 不可相提并论 但对于熟悉宋朝度执政风格的 即将广大中高层干部来说 绝对是破天荒的大事 如果说 岗山市的官场地震指向 还不太明确的话 小段市的主要党政干部的意外调整 就是以此极为犀利 并且强势地出手 小段市的大风 先从一名居委会主任身上刮起 众所周知 居委会主任是小的不能再小的芝麻官 不 连芝麻官都算不上 因为是等外 不入科级就是不入流 但就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居委会主任 竟然贪污了九千万的巨款 消息已经公布 顿时一片哗然 更让人哗然的是 居委会主任是 上上任市委书记的远方的农村亲戚 再联想到钢山市的官场地震 宋朝渡见风所指之处 就不言而喻了 一个小小的居委会主任 就能贪污九千余万 岂非说明 办事处主任 就能贪污一亿九千万了吗 事发之后 引发了市民的愤怒 居委会主任被判处死刑 是毫无疑问的结局了 但由他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才是政治人物最关注的事件走向 随后 办事处主任被就地免职 再后 牵涉到区长 区委书记 然后是副市长 副书记 最终声势越来越大 终于波及到市长和市委书记 市长和市委书记 向省委做出书面检讨 并主动请求省委的处分 都以为市长和市委书记 已经做出姿态 省委肯定会顺势压响 事情就会不了了之了 政治 就是霍西尼的艺术 但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最终省委做出的决定却是 市长就地免职 市委书记 调任外地贫穷地势 吉江省第二场官场风暴 风起云涌 就让无数人心头一领 终于品尝到了 宋朝渡的雷霆手段 并且或许还有冲天怒火 再后 吉江省内三颗地势一二把手 进行了轮换或调整 并且从省委放出风声 吉江将会自杀而下的 有一次大规模的人事调整 才有不少人触然惊醒 一下想起当年 在阎省时 宋朝渡的隐忍和手腕 都心头寒意逼人 也是 宋朝渡在吉江温和太久了 以至于让许多人产生错觉 以为宋朝渡就是温和的性格 其实宋朝渡 本来就是一头打盹的老虎 老虎不发威 被人错误地当成病猫 那些表错秦惠错意的 吉江中层以上官员 在宋朝渡执政吉江几年后 还没有看清形势 战队队伍 势必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吉江位于东北苦寒之地 乡省位于江南水乡之所 乡距遥远 不管是从地理位置 还是从国内格局来看 风马牛不相及 但东北之地的东风一刮 江南之所的东风 也随之而起 比起吉江的风声 有效极大 缓慢刮起 不同的是 乡省的风声 是突如其来 而且一刮就是 铺天盖地的大风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乡省的大风 直接由省委之中刮起 而且一刮 就先落马了一名厅级高官 乡省省委书记政盛 省长傅先锋 在全省干部大会上 郑重其事地宣布了 省纪委的决定 原乡省交通厅 党组书记 被立案调查 表面上 上任交通厅党组书记 被立案 是乡省稻桥事件的延续 实际上 知情人士心里清楚 退下打两年之久的 原党组书记 不能安度晚年 再次被救世重提 并且立案调查 不符合一般的官场规矩 官场之中不成文的规定是 除非案情特别重大 民愤难平的案件 才会将已经退下的老干部 重新提到台上受审 更有消息灵通人士 从方方面面搜集到的信息 综合之后得出结论 交通厅员党组书记 是反对一系的人 一开始 人们并没有将乡省事件 和即将官场风暴 联系在一起看待 直到乡省另一件大事的发生 才让不少人 毛色顿开的同时 不由的大为震惊 原交通厅党组书记 被立案调查仅仅半天之后 就交代了大量犯罪事实 并且供出了更重要的人物 远在京城的交通部的某位高官 乡省省纪委 省委几乎没有任何形式的遮掩 直接先将风声放出之后 才将供词上报到中纪委 让中纪委大为被动 并且十分恼火 但又无可奈何 因为事情已经闹得人人皆知了 就有人将交通部某高官的落马 和铁道部的腐败大案相提并论 生发了无数的联想 不过乡省方面既不否认 也不加以解释 只是将大量确凿的证据 提交到中纪委 中纪委只能迅速采取措施 将交通部某高官双规立案 而更高层的人都心中有数 交通部的某高官 和吴小阳之间 有着不为人所知的秘密关系 东北起风 江南云洞 大江南北 一场不见硝烟的较量 愈演愈烈 和乡省相邻的楚省 在陈芬和梅生平的治理之下 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经济发展 相比乡省的轰轰烈烈的反腐 山城的畅红以及领能的专项行动 楚省的政治生活似乎太平静了 让许多人都遗忘了当年楚省的盛世 但任何事物总是物极必反 天下大事就是分九必合 和九必分 就在即将有风 江南有云的同时 楚省也突然在平静的政治生活之中 突起漩涡 而且还是不小的漩涡 漩涡先由省委开始 突然席卷了全省 和即将有小极大的官场风暴 乡省由上及下的官场动荡不同的是 楚省的漩涡 准确的讲不是官场风暴和动荡 而是一次类似岭南专项行动的 政策性行动 行动命名为健康楚省 省委省政府联合召开会议 提出全民健康的指导思想 健康生活 健康环境 健康节省 以及健康产业的全民大健康行动 指导思想很健康 政策很向上 但每一项政策的推出 都有其深远的政治目的 从专家角度解读 健康行动旨在 让楚省人民的健康生活 整体迈上新的台阶 但从政治的角度解读 健康行动前几个健康理念 确实是基于健康的出发点 而最后一点健康产业 才是此次行动的政治目的所在 某些人在楚省的产业 全是重污染产业 污染环境 污染人心 以幸福我一个 牺牲千万人的掠夺式开发 投资一处 危害一方 导致楚省大地上 出现不少癌症村和绝症乡 健康产业 直指重污染产业 直指吴小阳事件幕后人物的 嫡系和亲信的产业 并且可以预见的是 楚省省委省政府 动了真格 必将对重污染产业迎头一击 而且还会是致命一击 如果将整个事件串联起来 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先北后南 然后又是从南向北 先是即将起封 然后相省云洞 随即楚省风生 再然后 让不少人大开眼界的是 黑寮雷洞 不错 正是曹永国主政的黑寮省 黑寮省推出三大行动 开展种子执发年活动 通过实施春季种子市场 种子生产基地专项检查行动 和冬季种子企业督查行动 三大行动 坚决退出一批品种 清理一批企业 查处一批案件 完善一批规章制度 以净化种子市场 只从表面上看 黑寮省三大行动 似乎并无所指 但圈内人士清楚的是 所谓净化种子市场 是直指某些人 黑寮省大力推广的 转基因作物 伴随着各地风气云涌的 浩荡的东风 京城的东风 也是越刮越大 越大越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689集 再进一步 京城 吴家 吴家高朋满座 热闹异常 吴老爷子年纪越大 越喜欢安静 近年来 吴家很少有客人上门 自从吴采阳回京之后 虽然吴采阳不和吴老爷子 住在一起 但吴家还是 郁家宾客迎门 让吴老爷子不厌其烦 只因吴采阳身份特殊 位高权重 各怀心思的登门拜访者 才络绎不绝 后来 吴老爷子下了聚客令 非请勿来 不速之客 一律不再开门 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 总算消停了许多 今天的盛况 是几年来 吴家少有的一次盛会 只因下想的到来 下想的进京 让吴梅秋三位老爷子 再次聚会在一起 共聚吴家 共伤大计 不为别的 只因有些人欺人太甚 颠倒黑白 处心积虑地 想除掉下想而后快 简直就是 不将家族势力 放在眼中 三位老爷子 还没有从 傅老爷子去世的 消极影响之后 恢复精神 下想就被人 欺负得如此之狠 老爷子们愤怒了 三位老爷子 冲冠一怒 威力非同小可 今天齐聚吴家 一位到机场 为下想助威 二位当面向下想 问个清楚 以商议应对之策 下想精神状态大好 又恢复了 以往的镇静自若 以及淡然的自信 在几位老爷子面前 他也流露出了 晚辈应有的恭敬姿态 吴家的客厅 除了吴梅秋三位老爷子之外 还有吴才阳 和傅伯举 傅伯举作为傅家的代表 也出席了今天 代表家族利益的盛会 今天的会议 将会决定家族势力 在下想世界上的正式立场 呵呵 下想啊 四处启风 你在京城的东风 除了我们几个老家伙之外 还打了什么埋伏啊 吴老爷子手拍沙发扶手 气定神贤的笑道 不等下想回答 邱老爷子也笑着说道 大难不死啊 必有后福 想想啊 你的福分真是不小啊 什么福分呢 真是说笑了 相比之下 梅老爷子依然气愤不平 物质怒道 过分啊 太过分了 有人摆明了是欺负我们几个老头子 快要死了 不 分明就是 当我们已经死了 上次在傅家门口闹腾还不够啊 还要怎样才称心呢 本来几位老爷子之中 梅老爷子脾气最温和 形势最沉稳 今天他却是最气不过 比邱老爷子还火大 想来也是 梅老爷子在温和之中 也有逆鳞 吴小阳对下想的不计后果的出手 终于激怒了 极少在动干火的梅老爷子 不过 联想的总书记 也因此动了干火 梅老爷子的怒气 也可以理解了 奇怪的是 吴老爷子非但没有生气 似乎还云淡风轻 最让人不可理解的是 邱老爷子 一向阴冷的邱老爷子 今天却是 少见得春风满面 夏祥一脸坦然地说道 在京城我可见不到什么东风啊 只能仰仗几位老爷子太爱了 小花头 不说实话 不老实啊 欠打呀 吴老爷子笑骂了一句 如果你没有十足的把握 你会同意来京城吗 我有一百个理由相信啊 你不想进京 别说谷昌出面了 就是王任久出面 也请不动你啊 呵呵 你的理由多的是啊 而且还是 让人想不到的刁钻呢 哦 您老就别高抬我了 我都差点 连小命都丢了呀 夏祥真不是不想说个清楚 而是有些事情在计划之中 或许会有意外 或许会有偏差 还是不让几位老爷子操心为好啊 他就又说 都饿了 还不让吃饭吗 呵呵呵 吃饭吃饭 就知道吃啊 吴老爷子率先拿起筷子 天大地大 天爆肚子是大呀 梅老爷子却没有心思吃东西 只吃了一口菜 就放下筷子 又好奇地问道 夏祥啊 季成姓也陪你来劲 听说和老谷见面 是不是要联手搅动军委了 季老和古老之间的事情 我还真不太清楚啊 夏祥认真想了一想 季老没明说 我也不好过问军方的事物 不过 季老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啊 而且我还听他说 他不但要和古老见面 还要和郑家有话要谈 郑家和季家的关系 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 然后一直延续到 改革开放之初 上升到顶峰 其后 几十年风雨同舟 直到今天 依然携手共进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郑家自家主在97年去世之后 并无后人在问鼎党政高位 但郑家在军中影响力依然巨大 不但巨大 而且根深蒂固 梅老爷子一听此话 终于不再愁眉不展 而是孝珠颜开了 哈哈哈哈 以季家在军中的影响力 如果和古老联手 再有郑家相助 哈哈哈哈 岭南事件 肯定是一起可圈可点 可以好好琢磨的一件好事啊 邱老爷子木然想起什么 问道 呃 沐风和张力怎么办呢 下想微微一笑 哈哈 不怎么办 当炸弹 下想委托明德某 转告总书记的一句话是 继老此来京城 身负重大使命 会请郑家配合 此话一道 总书记大为新定 当即召开 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会议 就领南一系列事件 进行第一次正面讨论 会上 先重点讨论了 陈浩天扣押近20余名 阳城军区军官一事 至于下想和吴小阳之间的冲突 以及吴小阳被刺事件 只简单一提 并未深入讨论 刘代军委的调查结果 正式出台之后 先由军委出台初步意见 再交由常委会讨论决定 故意掠过吴小阳被刺事件 也是总书记有意的伏笔 但会上偏偏会有人借题发挥 非要提出先讨论吴小阳被刺事件 并将事件上升到了 下想试图干涉军方事务的高度 有意将下想一掌拍死 总理当场反驳说道 下想干涉军方事务 这话也就内部说说就行了 传了出去 会让人怀疑我们的制度 是不是出现了问题 下想一个省委副书记 有什么权利干涉军方事务呢 不说虚的呀 他能给军方的少将中将 什么好处 才能让他们听他的话呢 如果说下想干涉军方事务 那么几十名军官带领上百名士兵 围堵地方医院 要向一名省委副书记兴师问罪 我倒想问问了 谁给了军官向地方官员问罪的权利呢 总理越说越激动 因为是内部会议 不上新闻 头发就露出了本来的花白本色 微微颤动的花白头发 显示出总理真性情的一面 我不是替下想辩护啊 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诸位也清楚 下想和我之间也曾经有过矛盾 我今天的发言 对事不对人 我只想表明一个态度 阳城军区的部分军官 无视当即国法 聚众闹事 威胁省委领导和中央领导的人身安全 必须延长 总理的话 相当于为军官医院闹事事件定性 一共九人的会议 气氛却十分凝重 虽然吴小阳被刺事件还没有定性 但在针对吴小阳被刺事件 而引起了岭南省委和阳城军区的对峙事件定性之上 会影响到国内政治大局 也会最终影响到吴小阳事件的定性 因此 第一局的开局 十分重要 经过激烈讨论 最后 在总书记的总结性发言之后 常委会进入表决阶段 和省委常委会的表决不同的是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表决 不存在一票否决权 也没有总书记 先不表明态度 而等别人表态完毕 再明确态度的做法 而是直接举手表决 总书记第一个举起了手 陈浩天同志 维护了党中央的权威 口牙军官事件 处理得有理有据 立场鲜明 我个人对陈浩天同志的做法 表示认同 总书记的认同 等于是 为陈浩天投下第一张赞成票 是对陈浩天下令 击毙两名军官事件的力挺 委员长微义迟疑 没有举手 地方官员 口牙军官 对军心冲击很大 在军中反响十分强烈 我保留意见 总理举手说道 岭南省委 在事件中的立场 客观 公正 对整个事件的处理 及时 正确 浩天同志的所作所为 维护了岭南省委的权威 值得肯定 2比1 随后 几巨头纷纷发言表态 最终 以6比3的结果 对陈浩天的举动 给予了肯定 对阳城军区军官的闹事逼宫 定性为 巨重作乱 如果说 机场之上 是为第一局小胜 那么在总书记主持召开的 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 对陈浩天的肯定 是为第一局大胜 为军委 最终针对吴小阳事件的 调查取证和定性 带来不小的正面压力 京城的东风 浩荡之间 逐渐加大了力度 老谷的宅院之中 春光明媚 笑声充盈 许冠华坐在下手 态度恭敬的 仰望坐在上手的 古老 纪老 和正老 不错 正老几乎和纪老 同时来到老谷的宅院 三位在军中都有 或明或暗的 巨大影响力的老人家 若是以前 想要坐在一起也不容易啊 但今天 因为下想事件的推动 因为纪常性的进京 终于促成一次 前所未有的三方会谈 再加上 吴 梅 秋 三个老爷子的三方会谈的话 两处三方会谈 一处围绕下想的命运 一处围绕 许冠华的命运 六位老爷子 两名年轻人 一场异乎寻常的岭南事变 终将在京城 在各方推手的不懈推动之下 将会演变成怎样的一场 惊心动魄的大戏呢 第二场东风 即将刮起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 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如果非要将下想的经历 按照史学家的编年史 来划分的话 今年 是下想一生之中 最具有重大纪念意义的一年 不仅仅因为 下想由七省一步迈进岭南 眼界一下坐南江而北望 还因为 岭南天更高 海更蓝 风云更激荡 不过 后世的史学家 对下想历史中 某一时期的一些隐秘事件 始终接触不到真相 只凭猜测 来推断当时的种种内幕 得出的结论 不但有时偏颇 甚至 和事实南辕北辙 最让史学家头疼的是 不管怎么研究 都琢磨不透 下想在吴小阳事件之后 为什么非要进京直面军委 岂非是自投罗网之举呢 一进军委 难道在军方主持的调查取证之中 还能得到公正的对待吗 为什么不留在阳城 只让许军华和沐峰 进京即可 相信事情 一样可以圆满解决 尽管其后事件的发展 出乎史学家的意料 能让书写历史的史学家 也感到意外的变故 应该是超出正常的范畴 凡是都有一个可以大概遵循的规律 但下想进京之后的事情发展方向 完全不能以常理来推断 但史学家们一致认定 下想进京的背后 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已经无法当面向他问个清楚了 但从事情的最终结局来分析 收获应该超过下想的预期 或者再推而广之的话 作为省委副书记的下想 在经历过乡省被军方追杀 岭南被军方暗杀 两次和军方的较量之后 终于成功地 一直脚迈进军方事务的大门 当然 作为当事人的下想 在此时 他绝对不会承认 他有谋求插手军方事务的野心 下想在结束吴家盛会之后 又和吴才阳单独谈了一谈 随后 夜已深 他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 却无心睡眠 睡不着不是因为兴奋 而是因为 在飞机上睡得太多了 如果让吴小阳事件的幕后黑手知道 下想不但睡得香 吃得好 还精神饱满地 准备在夜晚上网 和美女聊天 也不知道 会不会气得吐血 感情下想根本没将进京 和军委面对面的对峙 当成什么大事 轻松应付 胜似休假 其实下想还是对进京之事 慎重对待 并且认真布局 下想的性格 凡是必须事无巨细地考虑周全 轻易不会冒险 尤其是吴小阳被刺是了不起的大事 他不仅要自己从容脱身 还要救下木峰 徐冠华 甚至在想方设法地保住张力的性命 并且在最后一刻反手一击 粉碎对方的全部图谋 整个计划不但要天衣无缝 还要步步谨慎 因为一朝不慎 虽不至于满盘结束 但不管是牺牲徐冠华 木峰 或是张力任何一人 都不是下想所愿 下想想要的 是不留任何遗憾的大获全胜 打得对方一败涂地 宋朝度的电话就及时打了进来 想想啊 真没受伤吗 宋朝度不提公事 先问伤情 他对下想的关心 不比曹永国差上半分 甚至比曹永国对下想清楚的政治感情还深 没事了 我身体壮得很 惊得其摔打 下想确实基本上没有大碍了 当然 如果行事需要 他或许还可以以伤众为由重新住院 并顿也是一种政治手段 虽然并无新意 但往往却很奏效 不但要讨还公道 还要加倍讨还回来才行啊 宋朝度轻易不会动怒 今天的话 却隐含了怒气 可见岭南事件最后颠倒黑白的一处 真正触怒了他 即将的大风 才刚刚开始 还会有后继的 你就放心好了 会让一些人疼到无法忍受的程度的 自从调离阉声之后 宋朝度再没说过一句狠话 但为了下想 他不但说了狠话 还真下了狠手 宋朝度是何许人也 在官场之上 凡是有大起大落者 都非常人 宋朝度能前生今时 都历经高承松的压制而不倒 其性格之中的隐忍和坚定 绝非一般人所能相比 他更有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必定雷霆一击的手段 宋朝度说到做到 他和下想通话完毕之后 就有连夜制定下一步的计划 在即将经营多年 宋朝度现在完全主导即将大局 省长除了配合工作之外 基本上不会从中牵制宋朝度半分 一是不会 二是不能 以宋朝度的手腕 身为一把手 还能被二把手左右的权威 他就不是宋朝度了 即将省的后续动作是 亲往行动 主旨是 网上追逃专项督察亲往行动 以全国追逃 全警追逃的力度 吉普在逃的各类犯罪嫌疑人 似乎和黑辽省三大行动 风马牛不相及 但如果细心对比 黑辽和即将的新闻报道 或许可以发现一次蛛丝马迹 黑辽省的三大行动 以净化种子市场 直指某些人在黑辽省 大力推广的转基因作物的举动 打击了一大批 以转基因种子 控制农民 并且从农民身上汲取利益的 转基因利益集团 而且在黑辽省委省政府严打之下 一些导致农民决产决收的单位和个人 被抓捕 也有漏网之语 潜逃到了和黑辽交界的吉江省 刚一进入吉江省 就被宋朝渡的铁拳打得晕头转向 宋朝渡出手比曹永国力度大多了 敢反抗的当场击毙 赋予完抗的 抓获之后一律重罚 不罚到倾家荡产 绝不罢休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吉江省的亲王行动开展一周之后 打击并追逃各类犯罪分子上千名 许多陈年就案得以告破 极大的震慑的犯罪分子 并且让整个吉江省的治安状况 为之以新 当然 在收到良好的成效的背后 某些人在吉江盘踞多年的势力 遭遇了重创 如果说 吉江是某些人的政治基地 那么黑辽就是 某些人的经济基地 在吉江遭遇了政治的灭顶之灾 在黑辽 在曹永国的一手推动下 某些人的经济势力也被清洗移尽 据不完全统计 吉江省政治上的损失 可以用连根拔起形容 就是说 精心培植了十几年的势力 几乎被扫荡移尽 而黑辽省经济上的损失 保守顾忌 高达十几亿 康孝同志不幸被心脏病突发而死 如果他泉下有之 当心未已 至少 吉江和黑辽两省的大风 让置他于死地的幕后黑手 也品尝到惨痛的苦果 至于是不是 也会心脏病突发 就看幕后黑手的心理承受能力了 曹永国主持黑辽省全面工作以来 在黑辽省委 一向是温吞的执政风格 事事以和谐为第一打击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指导方针指引下 他在黑辽 从未有过重大举措推出 更不用提大范围的人事调整了 突然之间 曹永国就召开省委常委会 提出 要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人事调整 调整范围 不仅涉及到各地市的常委 还涉及到部分地市的党政一把手 作为省委书记 一把手 调整人事是曹永国的权限所在 虽然曹永国在黑辽省委 一向不以强势示人 但此次常委会 他置地有声地郑重宣布 此次人事调整 事关重大 之前 我已经征求了中组部的意见 吴部长对黑辽省的人事调整 十分关注 本来还有人想反对 曹永国的人事调整决定 毕竟曹永国给人的印象 一直比较温和 应该好欺负 不想 曹永国一反常态的惊人的强势 甚至还搬出了中组部部长 吴才阳 作为可以决定在座个人命运的中组部部长 实在是光环太盛 直接就将个别人的心思压制了下去 不敢再说一句反对的话 一般而言 各省之内的人事调整 中组部部长根本不必过问 也不够级别 入中组部部长之眼 但在座众人都清楚 中组部吴部长 关注黑辽省的人事调整 真正的落脚点 不是黑辽各地市市委书记 和市长的调整 而是 在座各位头上的官冒 和年终的考评 借吴才阳的东风 曹勇国的人事调整大计 得以顺利推行 幕后黑手 即即将生重大损失之后 在黑辽省 再次遭遇迎头一击 动了下想 就等于触动无数人的力 幕后黑手 在一连串反击之下 暴跳如雷 并且焦头烂额 还没有想好应对之策 第二轮冲击波 如期而至 京城的夜晚 说不上有多迷人的夜景 下想在接完宋朝度的电话之后 又和曹勇国 陈峰 傅仙峰 梅生平 分别通了电话 打了数个电话之后 差不多 已经是凌晨时分了 下想还是没有多少睡意 正要打开电脑上网 电话又响了 能在此时给他打来电话的人 肯定是关系密切之人 他也没看来电 直接就接听电话 电话里 果然传来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 夏书记啊 我觉得 我们很有必要谈一谈呀 谈什么呀 谈理想 还是谈人生啊 夏乡轻笑一声 牙内的电话来得还真是时候 想想也差不多 该到了牙内露面的时候了 我们之间呀 已经没有多少共同话题了 没有共同话题 可以制造共同话题呀 牙内似乎也轻笑了一声 我还真想提醒夏书记一声啊 吴晓阳事件 真没我什么事 我很清白 所以 希望夏书记的战火 不要殃及驰鱼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